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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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至少再有50年 都滚动不完 都要想到中国是这样的一个人口大国 光解决什么这么人口吃饭的问题 温饱问题你想想看 这个其实就是说真的不是马英初始作俑者 因为当时我记得批马英初的时候说的是 马英初是布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后尘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清朝的时候 就有人已经提出这个人口的问题了 就是洪亮级 因为在清朝的时候 从清初从雍正年间 一直到乾隆有一个飞跃 好像是爆炸式的三倍的增长 就从两千多万 一下就到了到乾隆年间 就已经到了将近四亿了 还是四亿多了 所以那是很危机的 所以他有一个洪亮级就当时提出来这么一个 就是说这个人口和这个土地资源的分配不平 那时候还没避孕套呢 还没有什么人流这些 他怎么控制 就是啊 所以他没被采纳啊 当然 但是到了50年之后 就被他不信念严重了 就是他在说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厉害 到后来到清末的时候 已经到四亿多了 又出来一个叫汪世夺 还是什么一个他又写了一个文章 就是说这时候他就有措施了 就怎么办呢 这么多的人是吧 他包括他就有 我觉得他是比那马尔萨斯还说的还厉害 就要政府要强制干预了 因为人口太多了 包括要逆婴 他提出来就是长相不清秀的 什么外形有问题的 就把他逆婴干掉 那不是跟咱们某些农村里的 现在就是 包括他说可以富人要吃冷药 我也不知道冷药是什么 就是等于你生了一个儿子以后 你就要吃这个冷药 你就以后绝育 就绝育了 因为中国向南民间 就有很多这种土方法 以前中国宋朝的时候 几次人口飞跃 也是民间自己干的 都是这么干 民间发明了什么避孕 就逆婴啊 逆婴是很普遍的事 在中国是很普遍的 因为你像我看 对农村来讲 这是很现实的 我人多了 我田不够分了 养不活那么多人了 怎么办 就土方法嘛 逆婴是个 他们那时候清朝 就是说看到山头上 全种满了稻子 所有的能耕种的面积 全盖满了 人还在增长 那怎么吃饭呢 但没有办法 它是一个硬性的问题 对 然后他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在好像是徐光起 还是什么 就明末说 只要成平日久 就是很多年不打仗的话 每30年 人口自然就要翻一倍 对 那你看这个 这种局面 就是说 确实也是一个 永远都是在盛世的人口 就飞涨 然后到 跟下来就人口问题 然后结果 后来他们就说 说什么太平天国 什么这些 都是因为有人就归到人口上 就是说 那个 穷人太多了 美国人写那书 我就牢牢记住那句话 都说 碾君是历史上 最大的光棍集团 什么意思 现在新闻出来了 是真的3700万 3700万光棍 你想想 就是中国 这会带来什么样的 一个现实 我一想这等于是一个台湾 加上香港的 总的人口 还要多 好像 超过欧洲人口了 就3700万 那还没超过欧洲 那倒不至于 但是问题是 现在很多外国学者 就担心什么 就说 因为中国现在讲 和平崛起 但是很多人 对这个和平打引号 他那个理由 就在这个光棍 就说呢 这帮 一大帮这种血气方刚 这种年轻男子 在社会上面找不到伴侣 找不到配偶 对 然后特别的压抑 那么这个 这帮人会变得特别的好战 对 那么所以很多外国人就研究这个 就说中国为什么 比如说 只要一谈军事的东西 都特别受欢迎在中国 我们军情会 他是永远的收视率第一 凤凰卫视 你知道吗 一临五桃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你就你看 你看第一 收视率第一的是飞机大炮 收视率第二的是杀人放火 你说 没事 有时候我们文桃拍案 收视率第二 所以我就给他总结 第一就是飞机大炮 第二就是杀人放火 所以我觉得和平崛起 这个必须得和平崛起 和平和谐社会 都是非常重要的口号 真的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这个阳气太盛了 就是利比多 利比多的 对 他跟男女之间不能发泄 他会向何处发泄 对 你知道吗 就是 武力男同性念吗 我跟你讲 我有个就是说 非科学的一个观察 但是平常朋友们观察 就发现性生活愉快的人 脾气往往比较平和 但你反过来想 他是同样的一股能量 他在这地方去了 他在那儿就很温和了 你想 还有现在为什么 就是整天骂 你在那个方面 张老师 您就为性使官的 您觉得我说有道理吗 我是为性使官的 我天哪 很荣幸 非常有道理 有道理 而且我觉得我就听了 网上都已经有这种文章了 就是说怎么解决 这个男女比例失调 说我国现在出现 这个泡妞市场的严重重大失调 这怎么办呢 因为这个已经出现了南方的买方市场 那么所以就是供求关系已经失调了 那么你要为了达到 就是争取到竞争非常激烈 你要争取到你的目标商品 就是妞 所以女友的话 你要尊重一条新的规律了 现在就提出了新的三从四德论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三从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必须命令 服从一定要服从女友的命令 因为上帝创造了男人 是来征服世界 但是上帝创造的女人 是来征服男人的 所以这个女人的命令要服从 那么这个还有什么逛街 你要随从 看电影你要跟从 那么四德呢 就包括什么 比如说是这个他化妆 你要你要你要 你要叫什么 要忍得啊 还是怎么 要等得反正 然后什么什么 还有什么 我记不太清楚了 还包括什么 什么花钱你要舍得 到最后是逛街的时候 他要看着 对男人 帅哥抛望眼 你都要忍得 反正都是背空虚虚呗 都背空虚虚 就是你的 这么早下去 就是要变一个新武器社会 是吧 这个 三千七百万呢 大部分在农村 然后农村的 他绝对不会遵从 这种三从四德 所以他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 这些年都有报道的 这个就是要 去抢 就贩卖 方外妇女儿童 反正知道 到这个取不着 你看人口大国 我都发现 这人口的买卖 就兴旺 你那个时候 咱们报道黑砖窑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 另一个现象 就是说 原来说在火车站 汽车站 高架桥底下 马路边 到处都有人犯了 那天有个叫 于建荣的 研究这个问题的 说都问他 你以为你主持人 你就不会给卖了吗 那玩迷药啊 喝杯水 你就没知觉了 醒过来之后 就在砖窑里 背砖的 鞭子抽的 你以为 但是并不光是 底层民众 有这个命运呢 你可 现在你单身女人 你不要太晚出去 对吗 你不要太夜里出去 你很可能 当你醒过来的时候 你已经在村里 给人生孩子了 对吧 但是其实我听说 这是农村 是男女比例失调 在城市 像北京这种城市 说常住人口里边 并没有失调 而且尤其他有 对 他是农村 城市里边 反而我其实听说 就是很多白领阶层 女白领 很多找不到男朋友 或者找不到 就嫁不出去 他就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现象 他也很苦闷 但是他不会去抢 那就变成 比如我就知道一些 三十好几的女 都是很强 女强人 所谓白领立人 然后他就去练瑜伽 或者什么信 把哈 有一种新的什么叫 有另外一些寄托 他不会就是说 像男的又找不着 他就去看那些什么 战争片什么 要打 他怎么办呢 他只好内敛 我觉得他就找另外一个 出路去把他的精神寄托 对 但是他都有各种问题 反正这个男女的比例 如果 所以 这个往往 他有个自然的很多问题 不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 你还有个人口结构的问题 比方说你说人都好办事 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了 你是百分之十几了 好像以后越来越多的 那不是你的年轻轻壮年劳动力了 而是你需要照顾的老人家了 咱们这将来这怎么办 再者说了 就是说最近有个叫叶庭芳的 不还提吗 就是说我们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人口有效的得到了控制 但是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 因为生物的繁殖 它的自然规律是从少到多 可你现在是人为的 从多到少 你现在这个人口结构变了 当然他说的更复杂了 他比如他认为这个人伦也会破坏 人性也会扭曲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就是所谓独生子女了 过去你看我们的人的有亲情 有友情 有各种各样正常的感情 但是你看现在孩子 你没有这个堂兄妹 孤表 这个东西 甚至没有兄妹 甚至没有兄妹 对 你说这个 你想想看我们是有一两中国是出现一两代人 是没有兄弟姐妹的人 对你说这个 我跟你说一小插曲 他们不是聊贪官好色吗 你说现在就有些地方的小官员 已经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好色 两人在一块喝酒 比什么呢 比玩女人 你玩成什么样 我玩紫媚花 因为什么呢 现在紫媚花太少了 你把80后哪有都是独生子女 哪有姐妹 当然就是他已能找到这个 为自豪 你说那人该干什么 那人该玩母女了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人口 人口问题非常大 是吧 对对 文道说说 不是 你刚刚讲这个种 就是男女失调 我觉得很奇怪 是吧 就表面上看 你比如说 实行一胎政策 这个后果 当然可以有很多 但为什么会是男女失调呢 就为什么不是女人比男人多 而是男人比女多 男人比男人比男人多 对 重男轻女 这里面就发生 你想想看 这种重男轻女出来的结果里面 背后有多可怕的事情 多了3700万男人 这3700万男人 是怎么多出来的呢 这表示后面要杀掉多少女孩子 有那么多吗 要不然你说嘛 因为实际上它本来应该是相对平衡 本来不应该是差那么远的 对不对 你实行一胎政策之后 本来应该就算男人比女人多的话 也不可能多出3700万 多了3700万 这就表示我们社会底层 有多少女婴 在出生前或出生后 就被人为的结束了她们的生命 对 这个数字 这是一个庞大的集体的一个屠杀 这是一场屠杀 毛骨悚然 这么把这些事情这么一想 毛骨悚然 这是个屠杀 但是它有很深刻的原因 我跟你说 它跟土地关系 你要说残忍 你看当年清朝什么的 闹大饥荒的时候 那都有记载 一子而食 那更残忍屠杀 咱没饭吃了 要饿死了 我孩子给你吃 你孩子给你 现在不是这个问题 80后时期 它是盛世了 但是他重男轻女 也跟他生活贫困 将来年老了 他怎么办 有关系 他重男轻女 观念跟这个有关系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是很实在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所以现在你不要说 这些人们提出来的 就是说一个太少 两个刚好 也是为了避免 孩子一旦有了伤残 父母亲的养老成本 而且是现在421的家庭 你知道我现在有的朋友 就开始跟我说了 说我现在体会到什么 叫上有老下有小 上头有4个 你知道吗 上头有4个 下头有1个 因为是双方的老人 先到医院 在单位里请假 去看长辈的病 然后还得记着去接孩子 你知道吗 他将来你想 他老人家身体越来越不好 就现在是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说的对 我同意 但是就是我又想回到 刚才就是文道说的一个 你可能是顺便说 应该回到母系社会了 我就想到有一个说法 他们就说 实际上中华民族 可能不是龙的传人 而是花的传人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阴阳的问题 龙为羊 因为龙是羊 花是从华来的 就是说我们老说是龙的传人 80年代唱歌唱龙的传人 其实这个东西经不起推敲 一直推到古代的时候 我们这个养韶文化 就是新时系时代的文化 其实它的中心是在 是从华山那一带起来的 古语里边 花和花是相通的 它是一个百花繁茂的地方 花跟花相通 对 所以我们古代是储卖花的 而且养韶文化 它还是一个母系氏族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 它绝对不是重男轻女的 而且从皇老 你看看这贪官多花呀 是吗 这花的民族 没错我也花 像音信转 对 但是它那时候就是说 它是对阴性的东西 包括我们的老庄 是吧 黄老都是宠阴的 上山若水 从水 从柔性的 阴柔的东西 乾坤里边种坤卦 都一脉相承下来的 没错 有花招 什么花石 很多很多花节 这些都没有了 其实我们现在 剩一个中秋节 其实那个花招 就是跟中秋节对应的 一个是花招 一个是月息 是吧 那么这条线 为什么断了 怎么就剩了龙的传人 龙是非常阳性的 你想这个形象 我们现在老这么重视 又奥运年 又讲中国人形象 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 而且现在全球化以来 大家都在讲软实力 不是光要拼硬实力 对对对 现在要输出价值观 那我们这个阴性的 这一支就不讲了吗 花是一个非常的 温柔敦化的民族 但我立刻联想起来 我们要是做一个节目 叫做花朵观察室 肯定是 收视率最低的节目 为什么 花是女性生殖器 不是瓷性 瓷性植物的生殖器 对对对 所以是阴嘛 老子就说什么 玄之又玄 什么玄聘之门 那玄聘 就是 那字是年轻聘吗 我不知道 母吧 玄母之门 对都是像了 包括古彩陶 中国的彩陶 它都最典型的 都是一个叫双唇尖底瓶 这个双唇就是女 因为它是 从挂上 扒挂上 它是一个 你还是 正好 正好 对对 正好你讲到这个 我想起来 那天我在南方中卧看到 就说这龙 他怎么这么来劲 说这龙的传言 明朝有一个高官 姓谢的 叫谢兆什么玩意儿 他写过一本书叫五杂祖 对龙的描述就非常精彩 你看他说什么 龙性最淫 就说这个龙 最淫 所以 故与牛交配 他就生麒麟 跟猪交配 他就生大象 跟马交配 他就生一种叫龙马 就是妇人 就是女人遇到他 也有为其所污者 就也有被他所淫污的 对吧 说岭南有求雨的 就把少女摆出来 让龙跟他淫一下 不就下雨吗 这位朋友 他引用这段文字 是为什么 他觉得明朝的官员 姓谢的这个人 写这段话 是有所指的 他岂不知道龙是皇帝的象征 对 龙其实是皇帝 就是说的意思 就是现在有些学者说的 说中国皇权 生殖器文化 是 就比如认人 包括咱们现在说 认人为亲 什么 这都是生殖器政治 就是有人这么说 就是他说龙性最淫 他有所指的 是 龙杖或什么 这所有的图案 不是说我们龙的传人 大家都攀龙复奉 我们前日龙种了 其实不是 他只是一个军权神兽 一个皇权的代表 是吧 龙袍上才是龙 普通百姓能跟龙有关系吗 对 所以你不要乱讲 到最后 我们最后变成 都乱成龙的传人了以后 其实你的 我们都是皇族了 我们全是皇 满街都是皇族 皇亲国戚 但是我就觉得 龙的形象 其实不论在中国 在西方 都是很凶险的 而且张牙舞爪 非常的可怖的一种形象 这对我们国家的崛起很不利 我觉得由他来代表 讲得好 讲得好 我喜欢当花儿的传人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文道也喜欢花吧 对 我也喜欢花 但你看刚刚我们讲这种 就男女不平等 所以造成就是有三千七百万光棍在 那么接下来 我觉得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矫正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比如说讲人口问题 我们人口严重失衡 人口过多 其实同时要控制的 或者要调整 就是这个男女观念 甚至是整个社会结构 有一些学者提出这么一个说法 就鼓励大家去入罪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就倒插门 对没错 像婚姻 婚姻呢 那么其实全世界都是一个 以男尊女卑为主的一种社会里面的制度 但是英文去讲婚姻的话呢 至少比中文的词片看到还是比较平等的 比如他讲marry marry这个字可以是动词嘛 我marry her 我跟她结婚 就我们结婚 但中文我们会讲我下架 或者我娶 对不对 娶嫁是两个词 去表达英文里面同一个词表达的这个概念 这种关系 其实整个中国现在处理这样的问题 就需要整个观念的转变 整个社会结构可能也要调整 比如说你结婚 你就不要再讲是谁嫁谁 谁跟谁姓 你能不能入罪呢 我跟你讲 浙江 萧山 倒插门女婿 她跟经济有关系 因为比如说都是民营企业 自己家里 那些地方人都做生意挺有钱的 但是呢 她现在涉及一个问题 我就一个女儿啊 我一嫁出去了 我将来这个家族的这个财产怎么办 就没了 所以现在就很多这种是女婿入罪 就是这种 那是不是再往前走一步也可以容忍一七多夫制 那我刚刚就讲了能不能容忍就是这个同性念的进一步成长嘛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什么姐弟恋啊 中国就太前卫了 就是让每一个人 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 爱因斯坦就是说嘛 就要让每一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得到自由的发展 这才是一个好的社会 花之国 将来这个花都 就你看这在世界上多有吸引力啊 对 他说真的 我跟你说人张大千就晚年好像说写过一首诗嘛 说殷勤父主儿孙辈啊 时德梅花是国魂 这就是你的那种逻辑 就是他们认为梅花是中国的国魂 比那个龙啊 好像更到位 当然好像梅花和牡丹到底哪个是国魂有争议啊 这很严重的 好像据说都是政治争议 非常政治 到底是牡丹代表国魂还是梅 因为我们说国民党是把这个梅花当做他们的国魂 对不起 对不起 那咱牡丹吧 咱多欣赏 咱多欣赏 咱们多欣赏 咱们多欣赏